我现在会和我们的高级传统 我现在会和我们的声音 再度访华 涵盖航空 这场悲剧 严荡至今 是对人类良知的考验 国际社会 必须有所作为 我们呼吁推动 加沙立即实现 全面可持续停火 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会员国 支持恢复 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 从其两国方案 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大国来华留学生 突破一万人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 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参与方 但我们没有 个案关火 而是一直在为实现和平 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已经开启第三轮 穿梭 斡旋 共创 未来 同时 我们反对利用 乌克兰危机 甩锅抹黑 第三国 煽动 新冷战 历史反复证明 任何冲突 最终 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我们呼吁各方 从起接触对话 逐步积累互信 支持事实召开 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公平讨论 所有和平方案的 国际和会 支持构建 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 欧洲安全框架 请不吝点赞